巴黎奥运会 今年是2024年 也就是奥运会年 今年的奥运会是在巴黎举行的 奥运会呢 第一场是在188几年举行的 现在呢 已经是2024年 所以大概已经有140多年的吧 在这140多年里呢 每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 都是在一个球场里面举行的 不过今年呢 奥运会就不一样 法国的政府啊 市政府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呢 想要让我们这一次的开幕式 比较特殊 比较难忘 于是呢 我们就在室外举行的 这个开幕式 在室外呢 平时啊 就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呢 那些 那些运动员们 他们会从球场的外面 走到球场的里面 拿着自己的国旗啊 给我们挥手 今年呢 他们坐在船上 因为在巴黎啊 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河 这个船呢 就在河上 然后 这些国家运动员啊 他们就会 也还是拿着国旗 拿着国旗呢 在船上给我们挥手 所以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船呢 是从大概 船是早上开始开的 然后呢 一直到晚上 船呢 是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 到了巴黎的宫殿 最后呢 来到这个埃法铁塔 在这个中间啊 因为这个船开比较慢 所以呢 中间还是有很长的时间的 在这个中间呢 有很多的小表演 比如说Lady Gaga 她唱爵士的曲子 还有这个神秘人 这神秘人 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 神秘人呢 代表法国的历史 这个历史呢 从法国建立 刚建立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2024年 在这个时间段啊 这个神秘人 他一直拿着 奥运会的那火炬嘛 奥运会就火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开头呢 他给我们看了 法国很多著名画 什么达芬奇画的 莫德里斯啊 莫德里斯啊 被偷走了啊 他还给我们看了 拿破仑那个时候 在打仗啊 法国打仗的时候啊 最后呢 最后呢 他就给我们看到了 这个现代 那这个神秘人呢 我们从来不知道 他是谁 那最后呢 他一直走到这个 埃法阶达 待会会讲到 那还有这些 小钢琴表演啊 钢琴表演啊 什么的 有一个钢琴表演的 在一个 像个小船上吧 这个小船在水里 然后呢 好像看上去呢 就感觉像是着火了 这个钢琴感觉着火了 但其实呢 没有 那就是那个灯光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 这个科技啊 是非常神奇的 在这个奥运会里面 然后最后呢 那他们那些 那些球员 那些运动员嘛 他们都来到这个 埃法铁塔这里 那这埃法铁塔呢 这个神秘人也在 他呢 把这个火炬 递给了一些运动员们 然后这些运动员们呢 他们就 他们就把这个火炬呢 点燃了 然后这个巴黎奥运会呢 就即将就开始了 点燃这个火炬的时候呢 Celine Dion 在埃法铁塔的顶上 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 法国曲子 不你不管 那个时候啊 是在电视上看 还是现场看 所有人 看 听到Celine Dion的声音 都感动了 Celine Dion 就是唱著名 泰达尼克号电影里面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他呢 在这四年里面 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这个病呢 让他就是没法动 他就有点像个植物人 有点类似 所以呢 他在医院里 只能待在医院里面 又没法唱歌 只能忍受着痛苦 我们呢 都以为 他活不下去了 我们以为 他肯定会死掉 永远再听不见他 这个美妙的声音了 但是呢 过了四年 四年后 神奇事情发生了 他呢 并没有死掉 而且这一次 在法国奥运会里面 在全世界的面前 唱一首歌 唱的呢 的确是非常好的 不过这一次他唱的呢 也许是最后一次的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他 他也老了嘛 他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是呢 听他唱歌人都感动了 因为他 其实他长大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法国人嘛 所以他 也是在代表 他自己的国家 在这里唱 唱的是非常好的 我前两天呢 还找到 一个谱子 一首谱子 一个谱子 然后就 想要学一些 学学那些 里面的和学啊 什么 那种曲子 也是非常好听的 我现在想不出名字 当然 待会儿可以 去查一查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次奥运会 肯定是 非常好玩的 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 不过呢 有一些人 他们看这个奥运会 就生气 尤其是基督教里面的人 基督教里面呢 有一幅非常有名的话 叫 The Last Supper 里面呢 有耶稣还有他的首相们 他们一起在吃饭 那你想 这幅画跟这个奥运会 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在这个巴黎奥运会里面呢 有一场演出 这场演出里面 有个DJ DJ呢 他就站在这个 一个舞台的后面 舞台上呢 有很多演员 他们在一起在 一起在跳舞 那些演员呢 他们穿着 他们穿着怪怪衣服 你比如说男的呢 穿着女的衣服 女的呢 有一些 有假胡子 但是这个演出 刚开始的时候呢 DJ他就站在这个后面 这个舞台的后面 然后呢 那些员员也 也跟在DJ旁边 站在舞台的后面 然后呢 上面就摆着一些吃的 把这个舞台 当成像个桌子吧 上面摆着一些吃的 不知吃的呢 也是人 人呢 他们 他们就是打扮成 像各种各样的 好吃的东西啊 就代表 是法国那种吃的 这个呢 这个整个一场演出 就是代表法国艺术 不过呢 我看的时候 我也看出来 我觉得 这个演出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有点像 这个法国的 确实有点像那幅 达芬提 著名画的那幅 The Last Supper 那我想 这是不是想要模仿 模仿 那个那幅画 我觉得 哇 还是蛮酷的 当时呢 我并没有怎么 怎么多想 不过呢 后来我上了手机 我看见了 很多人 因为这个演出 就非常非常深意 他们说 你们这样呢 就像他 假如说DJ就是耶稣 他就是在代表耶稣 他DJ穿的衣服呢 也是非常变态的 你想 你这样的不就是 在嘲笑我们的神吗 你们这样就是在说 我们的神 是个变态的人 他的手下呢 一直帮助他的那些人 也是变态的 那我们肯定会生气啊 当然 我觉得 这样要是 当然法国 法国这个管理奥运会的人呢 他们也 也给那些人啊 道歉 他们说 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弄的 我们呢 我们只是想要代表一些 法国众兵的话 你想 因为法国 巴黎啊 艺术啊 建筑啊 他们艺术方面呢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呢 法国只想要 只是想要 给全世界 看一看 他们的这种 艺术风格 这个自由风格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还行吧 我觉得 就像 就像2022年的 北京冬奥会啊 就是北京人呢 他们想要展示 给全世界展示一下 就是 我们这个四季节 我们四个季节 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在法国 这个艺术啊 在法国文化里面 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没关系 所以整个来看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 巴黎奥运会啊 肯定是非常特殊的 不知道在这四年后的 在洛杉矶的奥运会呢 会不会 也是在室外搞的 所以呢 这一次还是 我觉得非常好的